那么换一句话是 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入门呢 我想这是每一位同学们 都是迫切 希求的 说得简单明白一点 没有变的 就是用真心 佛是用真心说法 说出宇宙人生真相 我们用虚妄心来接受 你永远没有办法起入境界 科学的方法论 依旧没有摆脱分别之处 所以它不解如来真实意 要解如来真实意 决定要写其妄想分别之处 要用一味真心 离六根界出六尘境界 自然就有物处 自然就有物处 所以 事法跟佛法的差别了 就是真心忘心 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 就是用真心 立言说相 立明自相 立心原相 立忘心而已 离开忘心之后 就是真心 所以不要去找真心 不要说 我要怎样去用真心 这个念头就是忘念 就障碍你真心 所以大臣经上常说 真心立念 这句话说 真心里头 决定没有忘念 你有念 有念都是忘念 可是大臣法律说 有念是忘念 但是 真心里头有正念 也不是完全没有念的 有正念没有忘念 那么现在什么叫正念 什么叫忘念 我们要有能力区别 最简单的一个区别方法 这个念头是为自己 这是忘念 念头为一切众生 这是真念 可是真念 有真的真念 有相似的真念 那什么叫真的真念 什么叫相似的真念 凡是真念 都决定不是为自己 是为众生的 为众生 与四十真相相应的 这是真的真念 为众生 与四十真相不相应的 相似的真念 不是真正的真念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好理也只差了 古报完全不一样 我们必须要清楚 要明了啊 会未必须要进行 坐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